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s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Redis数据库中的 字符串类型 在学到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常用的相关命令 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啊 我们给遗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把它加进来 接下来呢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 哈希 哈希类型 好先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个命令很重要呢 我们没有说有一个append 这个命令的以后 我们也经常会用得到 append end 那它是干嘛的呢 append是向这个字符串的末尾 来追加一些新值 可以通过append的命令 通过append的命令 将值追加到 字符串的末尾 那它的语法呢比较简单 语法写上一个append key 加上你想追加的一个值 value 这样的形式 如果这个key呢已经存在 并且呢也是一个字符串呢 我们append的命令 就将这个值 加到字符串的末尾 但如果这个key要不存在呢 首先append 先讲 简单的将我们这个key 设置成我们这个value 就跟我们这个set一样 将这个key设置成指定的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注意 如果key不存在 则相当于执行的是size操作 size操作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来看一下写case 信号 先来一个存在的 get一下 teststr10 str11 math 接着我想 把这个edu加到math之后 就可以这么写 append test teststr11 接着值是我们的edu 把它复制 执行一下 好 执行成功 你看到返回的一个8 代表返回字符串的长度 我们可以get一下 mathedu 这样的效果 将你的新值追加到字符串的末尾 比较简单 接着再来试验一个不存在的 写上一个append no exists str 值呢 写成一个 this is a test 值是什么呢 不重要啊 比较简单 那这就相当于写了一个set 一个key 只是它是一样的效果 好 接着得到一下 get no exists str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append呢 以后我们也经常会使用的到 大家把这一个也加到我们这个字符串 类型的常用命令中 好 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第二种数据类型 就是我们的hush类型 也叫做我们的散列表 那hush类型呢也是一个建置对的集合 它是我们redis中存储明知对的一个映射表 那通过hush类型呢 我们就特别适用存于 适用于存储我们的这个对象 那实际上相当于 假如说我们通过字符串 也可以存储对象中的假如说某些属性 假如拿人为例 我可以存人的这个用户名 可以存人的性别年龄密码等等 那你可以分别通过几个key来存储 那我也可以把这些属性放到一个对象中 接着来存储这个对象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hush这种类型 来进行存储我们的对象 那相对于我们将对象的每个字段 存成单个的一个stream类型 那将一个对象存储在我们的hush类型中 会占用更少的内存 你要存一个对象 占用的内存更少 并且也可以更方便的存取整个对象 那省内存的原因呢 主要是我们在新建一个hush对象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zip map 也可以叫它一个small hatch 是用它来存储的 而这个zip map呢 其实是对 其实并不是hush表 不是我们的hush table 但是呢我们的zip map 相比正常的hush实现 可以节省不少的hush 本身需要的一些原数据存储开销 尽管呢我们的这个zip map的添加删除 查找 都根据我们这个字段的数目 是有关的 可能说字段数目太多的话 它的性能可能是速度稍微要慢一点 但一般呢我们这个字段数 可能不会太多 还需要知道 我们redis内部 如果说你要这个字段数太多 或者说存储的值要太大的话 超过了我们的一定限制之后 redis内部自动的会将我们的zip map 替换成我们的正常的hush来实现 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 有一个体现 有两个配置选项和我们的hush类型有关 可以有一个选项是配置我们最多存储的字段数的 还有一个就是配置我们值存储的最大大小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配置文件 有这样两个跟hush有关的 搜索一下hushmax 在这有这么两项 拿过来 在配置文件中 可以通过配置这两项 一项是存储值的 存储的最大值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存储值的这个最大字节 512字节 512字节 这个呢是我们存储自端数目 自端数目 默认是64 这是我们hush类型 在hush类型中呢 也有一些我们常用的命令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学这些命令的时候 对照着你这个字符串 这些形式来记 同样的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跟着老师一起来敲就可以 首先呢我们来设置 通过hset 可以将hush表中key中的u field的值设成我们的这个value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所引中的这个字段 所引中的这个 相当于我们这个数组中的建名 对应的一个建值 它的形式呢 来看一下hush相关的命令 第一个我们的hset 将hush表中 hush表key中的u field设置成 指定的value 你也可以这么来想象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对象 这是我们对象中的属性名 这是对象中属性的一个值 这样呢也比较好理解 那接着 看一下它的语法 也比较简单 hsetkey field 存储什么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如果这个key呢 要不存在 就会新建一个这样的hush表 并且进行我们这个hset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来先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hset 存储一下 userinfo username 只是一个key 再来存储一下 userinfo userinfo1吧 username 写成一个password 只是一个123456 接着hset userinfo1 email 写成一个382771 946 atqq 我的邮箱 你看到 这个key 第一次是不存在的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exists userinfo1 不存在 接着我们通过hset 设定了这样一个hush 会新建这样一个hush 成功 成功之后呢 你看到 返回的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整形的1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再来把这两个也设置进去 成功 失败的会返回为 0 好 hset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这是我们这个key 不存在的 如果这个u field 已经存在于我们的hush表中 你再来设定值 就相当于重新复值了 这样的效果 相当于重新复值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设置 还可以 对 得到 hset 代表设置 h get 就代表 得到 它是返回 hush表中 key中的 给定u的值 field的值 语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对照着来记 h.key field 好 刚才我们设置了这三个 你就可以通过hget userinfo1 我想得到一下用户名 直接写username就可以 可以 来实验 hget userinfo1 想得到一下username 你说还想得到一下email 得到了我的邮箱 包括得到一下我的密码 password 123456 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说你要给一个不存在的 假如说你写一个userinfo12 它返回的是一个 neu 空 或者说你要给一个 这个key中不存在的 于password1 同样的也是返回一个new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来测试 如果这里边你看username已经存在了 我再写一个hget userinfo1里边的username 把它设置成key 相当于重新复制 这个key中的这个字段已经存在 你再来进行设置 相当于重新复制 好 那接着你再hget一下 userinfo1里边的username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queen 这样的效果 但是你看到如果这个字段已经存在 它返回的是一个0 返回的是一个0 这一点需要知道 把它的返回一直给你写到这 如果 如果 哈希表中 key中的field 不存在 相当于设置 相当于新建一个key 相当于新建一个field 设置成功 返回的是整形的1 那如果 哈希表 key中 field 存在 相当于重新复制 那成功的话 返回的是0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hget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已经写了 hget一个 user userinfo1里边的username 根据key中给定的域 来获得相应的值 如果这个域要不存在 它返回 nil 如果 key中 field 不存在 或者这个key也不存在 返回的是 l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有hset了 我们还有一个 如果不存在的时候 再来设置 之前字符串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set nx 同样的 这里边也有一个hset nx hset nx 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这个 如果不存在 对吧 not exist 它的语法呢 也比较简单 直接来写 语法 先把它这个 作用写到这 是将 哈希表中 的域 field 设置成 指定的值 只有 field 不存在的时候 才能成功 才可以成功 相当于 not exist 如果这个field 这个字段 要存在的话 这个操作是无效的 如果 field 存在 操作无效 这一点 需要知道 那成功呢 会返回 1 那如果 给定的域 已经存在呢 并且 没有操作 没有操作 被执行的话 就是操作无效的话 返回的是一个 0 这样的效果 语法呢 和这个hset 差不多 hset nx key field value 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先来 试验一个 不存在的 hset nx 写成一个 test hash 1 值呢 写成一个 test 值是一个 a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 好 接着你再来执行一下 这个操作 你说把它变成一个 111 返回的是不是0呀 接着你通过hget一下 test hash 1里面的test 是不是还是a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比较简单的一个hset nx 只要有了这个字符串 我们写过的这些常用命令的基础 再来学习其他这些命令 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 哈希的一般是在前面多了一个h 这样的 那现在也要想一下 是不是还可以一次设置多个 简直对呢 也可以 可以通过hmset 它的作用是同时将多个字段和值设置到哈希表中的P中 语法 也是 hmset key 接着 field value key field value 不要再写key了 写一次key就可以 接着点点 这样的形式 我们再来写一个hmset userinfo 二 username 是king 之前呢我们是分着来设置的 现在有了它之后 你再写password 123 cake name 写成一个 smallking 或者是smartking 再来一个 一次设置多个 可以 写个邮箱 382772946 at qq.com 来看一下 设置成功 返回的是什么 OK 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那如果这个 我们这个key中 这个字段要存在值了 那这个命令呢 也会把之前这里边的这个值 field对应的值 给覆盖掉 好 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来得到一下 先得到一个hget userinfo 二里边的username 这也是一次得到一个 那其实大家应该想到有hmset应该是有hmget 对 那接着你再看 我把刚才的这一块 我们拿过来 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变成一个queen 再设置一个其他的就可以 再来一个角色 写上一个admin 这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个key中 是不是有了这个字段 之前是king 当你说我再写上一个queen的时候 会把它给覆盖掉 get一下 hget一下 userinfo2里边的username 已经变成了queen 记住 如果某个字段已经存在了 你再来设置的时候 会把之前的纸给覆盖掉 这样的效果 如果这个key呢 要不是一个哈希表呢 也会返回一个错误 这个和这个字符串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 有hmset 大家是不是要想到 应该猜也猜得到 有我们的hmoget 它是一次获得多个 获得哈希表中 哈希表key中 多个field的值 语法呢 也是hmget get key 接着field field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hmget userinfo2里边的username ,接着password,email,cake name 你看返回了这么多 接着你说不要心 再写了一个test 诶,是不是没有这个字段 没有这个欲 这时候它返回的是什么呀 对,nail 这样的形式 好,那你看到 在这里边 我们已经通过hmget 一次返回多个字段的值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通过hmget 对一个空的哈希 假设许多了 假许多了 假许多了一个username a,b,c 你看 会返回三个nail 会返回三个nail 这是我们的这个hmget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有一个注意就可以 所以如果自断的key中 key中field不存在 会返回nail 这是我们的hmget 比较简单的命令 那这几个呢 我们也是 大家一起来记就可以 接着还有一个 和他们一起来记的 有一个hget all 它是返回我们哈希表key中 所有的欲和值 就建置对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hm hget all 返回 hash表key中 所有的欲和值 就field和value 与反 hget all key 就可以 那接着在返回值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写成一个 在这来写啊 hget all 为什么在这来写呢 也是想给大家 自己做练习的时候 有一个依照 要不我在这个命令边 敲完了之后 大家还得一个一个来看视频 那现在这个笔记呢 也会发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直接 对照着笔记 来进行操作了 所以说老师也是 良苦用心呀 对吧 那你看到 hget all 加上了一个key 返回这个key中 所有的欲和值 第一个是我们的欲 第二个是值 欲值 欲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就不用一个一个 来写那么多字段了 一次得到所有的 像你的这个欲和值 都能得得到 比较简单 那同样的 如果 这个key要不存在 你要说 不要先写了一个 U字2 它返回的是一个 empty list ofsight 比较简单的命令 好 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我们的hashi 中这六个常用的命令 来试验一下 接着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点命令 学完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看 cả